每一次上課,我會先大概簡單回顧一下 每一次上課的狀況 因為這一次上課蠻特別的 後半段部分基本上是遠距上課 其實基本上也大概在調適 不過還好因為我們之前相關的資料其實都在雲端上面 所以其實你們只要記得雲端資料的位置的話 基本上上面都有,包含論壇的位置 另外就是說不一樣的地方就是簽到 之前我們是在教室有個簽到部 如果你是遠距上課的話 那簽到可能要麻煩同學每次來上課 就是稍微簽個到,簽到一下 然後我們的那個論壇的位置在這裡 一樣連結 那每一次上課呢,我一樣會錄下來之後的話 把它PO到這個我們的這個清單裡面 那上一次,上禮拜因為是端午連假 所以有一次沒上 那等於又隔了一週 那因為我們這門課程其實蠻多地方 尤其像VBA的程式部分 複雜度其實還蠻高的 會蠻需要再花時間回去多多複習 那尤其是VBA的程式部分 那我有一些部分其實 其實比較困難的 那程式碼我都有放在雲端上面 像我看那個Youtube上面 有... OK 那個小字 OK,晚鈴 OK 那...OK 那... 大家晚安喔 那... 疫情看起來今天的那個 數字又越來越往下 希望... 這個... 在... 下個禮拜看看能不能 這個... 可以... 可以恢復正常 那... 遠距部分的話 我剛剛講到就是 所有的上課錄影 我都放在我們的那個... 就論壇裡面 OK,理論上應該大家同學都有加進來吧 如果你在... 使用那個論壇上面有一點... 有問題的話 可以再提出來 然後每一次上課的話 會有個連結 連結點擊進來之後的話 這個就是上課的錄影 那上個禮拜的話 總共有... 10個段落 OK,10段影片 那包含就是說呢 黑名單篩選 那其實黑名單篩選裡面的話 其實講... 只是針對這個問題 延伸出去 我們用的Essale裡面比較好的方法 當然不是說只能夠用 我講的這些方法 其實還有別的方法 只是說歸納出來 我們如果要有效率的 使用這個工具的話 基本上我們用... 建議各位一定要多熟悉這個函數 叫con if 那另外有一個函數叫con ifs 那就是他如果你條件不只一個的話 你可以用con ifs 另外配合什麼呢 配合定義名稱 那第一名稱我講過 如果你的那個資料範圍是在... 另外工作表 其他工作表 然後呢 它的範圍很大的話 我還蠻強烈建議你用第一名稱 第一名稱蠻簡單 第一個你就把範圍選起來 第二個 在它的左上角有個名稱方塊 你就把名稱打上去就可以 那另外的話還有用到篩選 篩選這個功能也非常非常的重要 它有點類似資料庫裡面的查詢功能 OK 所以這個大概上禮拜 上一次上課的講 另外的話呢 我們除了說可以利用這些方法 快速的把兩個範圍 就是一個是黑名單 一個是要查詢的範圍 把兩個範圍的資料做比對 找出兩個範圍之內有相同的把它找出來 那我們其實就利用剛剛講的這三個方法 另外當然如果你要一鍵完成的話 甚至你可以把它改成 用VBA來做程式撰寫 那利用VBA做程式撰寫 坊間的書籍有用 教大家用錄製具籍的 我其實在雲端白板上面也有提供 就是相關的我們的數學函數 也有提供相關的程式碼 不過我是比較建議就是說 因為錄製具籍當然也可以得到我們要的程式碼 不過它的缺點是說 它的程式非常的冗長 所以建議呢 還是可以學習 可以怎麼樣把它轉換成VBA的一些寫法 那細節部分的話 各位可以查看我們雲端白板上面的數學函數單元 裡面的黑名單篩選,裡面的程式碼 那當然錄製...你如果用錄製具籍 我這邊有步驟 甚至步驟做完之後把註解打上去 那最後執行也可以得到我們要的結果 可是缺點是說 你可以發現程式基本上至少有20行以上 那我把這個簡化之後的話 其實我們上次上課是利用另外一個方法 就是直接把它寫成VBA 那主要的動作就是什麼 寫一個回圈 第一個回圈部分的話 也就是動態的把那個...什麼呢? 把公式輸出到指定的範圍內 基本上就跑回圈 第二個的話呢篩選 其實篩選的話呢 關鍵地方就是用它有個方法 其實在VBA裡面 對應篩選這個方法的名稱叫做AutoFilter 後面只需要給它兩個參數 一個參數是哪一欄 一個參數是什麼條件 第二欄 如果是1的話把它留下來 然後再把找到的資料 Copy過去的話呢 只要一個範圍 再加上你要放在哪裡 左上角開頭就可以了 所以其實基本上程式非常簡單 相較之下 會簡單許多 但是呢比較可能會注意 會有問題的應該在這裡 就是這個 跨工作表 所以你們可能需要多學一個部分 就是說 序子物件 哪一個工作表 後面的話 瓜糊就是它的工作表名稱 後面的話才是它的範圍 如果你沒有加這個工作名稱的話 那會出現錯誤 這個可能要慢慢再體會一下 因為將來的話 因為你在處理資料 通常不會是單一工作表 而是多工作表 那多工作表就會 遇到類似的狀況 OK 所以喔 可能要稍微再多多揣摩一下 畢竟這個部分 難度相對的是比較高一些些 當然我有把這個程式放在這邊 那有興趣的同學可以回去再多多參考 並且把那個相關細部的程式 可以再自己再稍微看一下 那除了剛剛講的黑名單篩選之外 其他還有就是樂透彩 樂透彩裡面呢 除了COIF函數之外 我們又用了抗函數等等的 然後另外的話還有VBA 去做什麼呢 格式的判斷 並且把那個 就是機率前期名的資料列表做輸出 最後的話就是有一個大樂透的爬蟲 這個爬蟲部分呢 難度又更高 所以我有把相關的補充資料 放在雲端白板上面 所以如果同學有興趣 假如說你想要爬取網路上的資料 類似像這個範例的話 你可以用類似同樣的方法 主要差別就是 主要是這個地方 因為你慢慢可以歸納出 一些規則出來 比如說哪裡呢 上面這個網址 它這個index page 通常第一頁是1 第二頁是2 一是類推 因為這個資料裡面 總共會有 63頁 你點63 這邊就變63 實際上我們可以針對這個網址 去把它抓下來之後 然後把這邊的這個 這個數字把它改成i 就是一個變數 這個i的話 就是for i等於1到63 它就可以一個一個幫我把資料抓下來 抓下來之後呢 再指定它的放的位置 所以我底下有列式 這個是下載一頁的程式 下載第一頁 如果要改的話 就是在這個地方 for i等於1到63 也就是說 在這個回圈裡面 我們不斷的下載第一個 下載第二個 然後另外的話 還要改一個地方 多一個邏輯判斷 判斷什麼呢 當它下載的時候 可以讓它往下 因為如果預設destination 預設是A1 也就是說如果你下載的都在A1的話 第二頁會蓋過去 第三頁又蓋過去 所以我們勢必把E改成一個向下追蹤 所以這邊就是向下追蹤 找到向下追蹤的那一個列之後加E 把這邊產生一個R的變數 把這個R放在A1的這個位置 本來是E把它改成andR 它就會幫我把資料一個一個把它抓下來 OK 那當然抓下來之後的話會有一些問題 可能包含就是 必須要刪除日期列 因為多餘列 然後呢 複製日期等等的相關的 那我全部都把它寫成一個一個的SUB之後 最後的話呢 用call的方法 分別把它全部call 那就可以把這個資料一次呢 就全部把它抓下來 那這個是我們這個上一次上課的相關的要點 那雖然這個上次只有這個上課三小時 所以其實這三個範例 恐怕你要花的時間 可能會需要超過三個小時以上 不然的話呢 這個有些地方可能要真的把它拿應用 還是會有一些些的問題 那這個是一個簡單的爬蟲 如果你想要去爬取網路上的資料 類似樂透雲這樣的架構 那這邊用到的就是有一個物件 這邊各位可以看到 這邊叫做query table 加S query tables 那這個物件 實際上當顧名是query就查詢 tables就是表格 意思說 如果你將來需要的資料 類似在網頁上它是一個table 表格的話 它就可以幫你把那個表格 通通抓下來 你可以用類似的方法 不過網頁上的複雜度其實還蠻高的 如果你將來想要做一些其他的應用的話 包含就是比如說對股市資料有興趣 或者是說對一些期貨啦 金融等等相關資料 那抓取的方法可能又沒那麼單純 因為網頁它畢竟還有很多不同的樣貌 那可能針對不同的資料 會有不同的抓取的方式 那這個是上一次上課的一些要點 那有同學也在那個YouTube下方有留言 那這個有些問題我們之後等一下再來看 那另外我有把那個影片部分 其實我發現那個 因為我另外額外增加一支麥克風 為什麼?因為為了要比較好收音 因為如果沒有額外麥克風的話 那個收音效果可能沒有那麼好 我發現這個效果其實好像聽起來其實還ok 另外的話 我有在每一個影片都加上字幕了 所以你每一個觀看的時候 其實你可以把字幕功能打開 如果有相關的問題的話 其實你可以在下方留言 如果看到的話 會針對同學們的問題 會加以回覆啦 不過因為我的頻道不只一個 主要有兩個啦 這個是這個第二頻道 有時候可能回覆的速度會稍微慢一點點 第一個頻道 另外一個吳老師教學頻道 可能會比較經常會去看 那這個有時候會看的時間 會有點時間差啦 那今天的話接下來我們再來 基本上我會希望再來看那個 就是第五類 第五類 檢視與參照 不過在講這個檢視與參照之前 因為同學針對那個第三單元 那個日期時間的部分 尤其那個年曆部分 那同學就有問題說 如果那個年曆部分 這個年曆部分我們現在是縱向 1月、2月、3月 那同學就有提出來問題 也就是希望能夠變橫向的 那我看了一下那個 這個同學問的問題 記得應該是嘉鴻吧 那問的問題是 大概大致上比較類似 這個我們的萬年曆這個範例題 所以待會也許請各位 再幫我開啟那個認識題 也許我們順便講一下 萬年曆 那這一題的話比較是綜合性的 那這一題我再講一下需求一下 其實這個需求 主要是 它這個資料本來這邊 這邊其實都沒有啦 這個是沒有 我們實際上是 要針對好了 比如說我們針對 2021年的6月 假設我今天希望 做出一個 其實應該叫月曆啦 我們之前是年曆 那這個的話呢 是做一個 有點類似像月曆 那月曆的話呢 它的上面第一列 基本上是它是 禮拜天開始 所以呢 你們打開之後的話 可以看到 第二列 第一列的話是 哪一年 哪一月 然後呢 第二列的話是 禮拜天到禮拜六 那如果我今天希望 能夠幫我產生 年 月 日 在底下 那這個地方 這個表格 我要怎麼樣能夠 剛好讓它 第一天 就在它禮拜二的位置 然後6月剛好30天 怎麼剛好讓它可以顯出 顯示出這樣的結果出來 OK 另外的話呢 看佳鴻問的問題 好像比較 這個地方 它是希望說裡面 不是放數字 而是放哪一天 如果是要完整的 那其實你也可以把它 做成類似像這樣子 只顯示的就是6月份的 也就是5月跟7月的不要顯示 那問題是 這個該怎麼做 比如說我這個地方呢 我假設把它刪掉 那我就填上2021的6月 我希望呢 2021的6月份的 這個表格 它能夠正確的幫我顯示 在這個位置裡面 那我該怎麼去完成 這件事 那第一個 我們按部就班來看 第一個當然你需要 把這個數字先填上去 比如說我1到7到14 也許到42 天天 第二個的話呢 再讓它 這個第一天應該在哪一個位置 比如說禮拜二 怎麼剛好禮拜二 再來的話呢 只有30天 所以我們這邊 後面這邊有三個資料 三個訊息我們必須要取得 比如說 這一天是哪一天 然後 再來是 就是 這個月份有幾天 另外的話 它的位置在哪裡 欸 等一下 不是 沒有螢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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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待會的話 你們就幫我開啟 那個 我們的 就是 萬年曆 萬年曆的話 是在範例檔 範例檔裡面 找一下那個 沒有在資料夾裡面 在外面有個萬年曆 把它點開來之後 就可以看到 這個萬年曆這個範 那我們待會就是 應該加紅的問題應該是類似像這樣吧 是不是 就是把 這個 類似像這樣 我顯示 每個月的幾號幾號 每個月的幾號 不用 不用詳細的嗎 我本來是想說 譬如說 6月1號 6月2號 6月3號這樣子 然後 因為年就不太需要 喔 那沒關係 只要把年的部分拿掉 其實道理是一樣的啦 對對對 那請各位就是先開 把這個萬年曆這一題先打開 然後思考一下 要怎麼樣把底下黃色區域 把它變成 像那個我們日期 就是那個裡面 就是1號就擺在禮拜 禮拜二的位置 然後總共有30天 那我 我先停止公用 OK 那請各位先開一下好了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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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